大家好 我是小林 今天带大家看一看成都的夜市 现在成都的疫情还是挺严重的 现在我们进出门都要测体温 晾健康码 这里是一个书店 基本上都要晾健康码 夜市的话还要往前面走一点 小林戴了口罩声音口有点小 大家可以把声音开大一点 这种电线单上贴小广告的也是屡禁不止 这里是一个公交站台 现在的话应该没有公交车了 不过这些私家车把私家车停在这里 其实也挺像公交车的 看吧 这里也贴有 小林经常看到评论 有说小林是跆拳部的 小林何都何能 小林只是分享一下自己在台湾的所见所得 小林倒是想去跆拳部的 但是别人不要我呢 我也没有办法 今天小林出门逛街 顺便给大家拍摄一下大陆的环境 没来过大陆的小伙伴可以参考参考一下哦 这里的拍摄地点是四川省成都市 所以你们以后都不要再说我是台湾部的了 我真的不是 这个挖子怎么卖的呢 这16这12这18 1612 18这是什么味道的 都是原味的 都是原味的 你要是味道的 你只要味道的没不到味道的 有没有奶香味的 什么味道 奶香味的有没有 有 买半斤吧 买半斤吧 好 板栗板栗是怎么卖的 板栗是 中国油团15块钱 15块钱一斤 15块钱一斤 哦 那买半斤那个奶香的瓜子吗 好 热板栗刚出锅的热板栗 买十块 中五块 烤红薯 又香又糯的烤红薯 热板栗刚出锅的热板栗 买十块 中五块 烤红薯 又香又糯的烤红薯 十块吧 买了十块钱的瓜子 这家味道还可以 小林经常在这家买 这里一家买板栗的 这是共享充电宝 我们这边手机没有电脑 一般就会在这里 扫这个共享充电宝 就可以变手机充电 这里有一些水果 冬天反正小林是不怎么喜欢吃水果的 像我们这边的话 垃圾分类就做的没有台湾那么好 现在板栗挺多的 到处都是卖板栗的 这些是我们这边的共享单车 基本上大姐小钱都有 这些都是 不过呢 他们这个停放的 也有点占人心道 这个乱停乱放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再改一改 前面就是夜市了 咱们走快一点 夜市在路对面 咱们需要过个马路 马上就要到了 这是一家奶茶店 这是一家奶茶店 好了我们到夜市了 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多 馄饨 好长 这里的水果品类相对而言是比较多的 但是价格也相对而言比较高 这个夜市还是挺出名的 很多人都会到这边来 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吃的 下次来成都的话 小林可以请你吃哦 这里有一些关东煮 还有臭豆腐 这个臭豆腐反正小林是吃不下去 真的太臭了 台湾和四川的饮食差异还是挺大的 这里很多都是麻辣的 我觉得你们可能受不了 当然如果说喜欢吃重口味的话 这里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基本上四川比较出名的小吃 这里都能找到 这里还有手机贴膜换屏 10块钱价格还是挺实惠的 这个铁板鱿鱼味道还可以 以前小林兼职有卖过铁板鱿鱿鱼 这个利润也挺高的 不过就是怕城管 唉 这里有一些小猫咪 咱们去看一看 这个五骨肌爪还可以 一口一个不用剃骨头 非常过瘾 这又新开了一家宠物店 这只布挺害羞的 不敢看我们 这个小煎包早餐吃还可以 这里有个小花式 可以自由搭配自己喜欢的花 我就说嘛 冬天怎么能少了烤红薯 买一个烤红薯又可以暖手又可以吃 还挺不错的 这有一个食品店 女生应该挺喜欢的 旁边是一些美发美甲之类的 这只小猫咪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是不是小伙伴都被买走了 就没有买它呀 哈哈 这又有一家铁板鱿鱿鱼 铁板鱿鱿鱼在我们这边还是挺受欢迎的 这个串串吃几串拿几串 分数价格都一样 价格也还可以 这后面基本上就是卖衣服的了 越往后面走 人一盘就越少了 因为来这里的基本上都是吃货 现在成都还是挺冷的了 小林都穿三件衣服了 现在台湾的话应该还挺暖和的吧 好了 小林今天就拍到这里了 小林得回头去吃好吃的了 嘿嘿 如果大家对大陆有什么好奇的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小林哦 小林有机会就拍给你们看 好了 我是小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点击订阅哦 咱们下期见 拜拜